市長說要暫緩蓋設宅,怕債留子孫,但是引發了批評的聲浪 那內政部還說北市府要暫緩希望土地給中央接手來推動,市長怎麼看呢 這個齁,今天就等你問這一題 第一點齁,這就是各位全台灣的老百姓,請注意看 這就是認知作戰的典型範例,還好這個時代有影音有真相 我昨天是怎麼講的,我說來來來 我們已經蓋了差不多一萬八千戶,六年的時間到現在一路猛蓋 事實後要停看廳,從設計到營運管理有什麼錯誤 我覺得環境改善性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我們的社會自宅如果這樣一路蓋下去,怕會再有子孫 其實整段話是在講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檢討的文化 我們這樣蓋了一萬八千戶 這過程當中遇到什麼問題,要去做回顧 比方說,我們那時候明倫陽台設計太大 這就影響到租金也變多了 還有齁,如果我們要設計更便宜的公宅 有沒有可能客廳、浴室、廚房 這個能不能有共用 或者是說,我們那個公宅的停車場 你知道齁,是不是直接 併到社區的停車場去營運會效率更高 還有那個齁,家具、家電、冷氣 這個物業管理有沒有可能用租的 而不是讓那個,他只要住六年 還要買冷氣,很多這種問題你知道齁 其實齁 這時候我們在蓋公宅蓋這麼多 我們現在齁,應該是時候來做一些檢討 所以我還特別跟那個都化局說齁 我們決運工程局齁 有一個叫決運30年齁 出了一套蟲書你知道齁 把它那個從土地開發啦 到那個積電土木之後 編了30本教科書你知道齁 我說我們現在那個公宅也要編一本 公宅蟲書你知道齁 把我們從這個設計到營運你知道齁 保全你知道齁 所以SOP要做一個 一個環境以後做一個版本你知道齁 變成一套蟲書 其實在講的 你只要前後我們聽的時候 這個很OK 結果 結果昨天發生什麼事你知道齁 媒體標題說 欸台北要暫緩啦齁 不蓋了 然後馬上一堆議員 名嘴就跳出來 說我騙票 然後齁 中央某官員就跳出來說 如果台北市不蓋的話 土地就給中央接手去推動 好 準備好打臉你 目前台北市還在蓋的公宅齁 九千多戶 我以前就講過齁 台北公宅就是 隨時維持一萬戶的狀態下 往前進 這本來就是我的計畫 我們就蓋了九千多戶 到現在為止我們大概完 就是說蓋完了啦齁 加上現在興建中差不多一萬八千戶 那這本來就是說 我們說蓋了一萬八千戶 要做一個檢討 其實你看看齁 新北市那個三千一百七十戶 其中三千戶是 我們當年四大運你知道齁 那個選手村去改建的 所以我跟你講齁 到現在為止你知道 所謂中央 的公宅 只有興建中的三百一十七戶 所以是這樣齁 如果要打臉那個發敬群的話 等你蓋完第一戶公宅 再來跟我講話 在此之前 你沒有資格講話 OK